需要注意整个机球的节奏。 脚落地的同时完成机球。 落地、机球。 铺球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1.启动。 2.落地、机球。 这也是所谓的动作一致性。 特别是反手,请大家看一下。 到位的同时引拍机球,你才能借上力。 基本上所有机球都是这样的道理。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去建立。 另外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如果把握不好这个节奏,建议尽量起跳去挥拍。 因为这样用到身体的带动就更多。 特别强调一下,转体时一定要固定好手臂姿势不要去发力,靠向前的惯性去甩。 也就是说出手时,手臂是弯的。 往前羽毛球,风往后场,技巧,全是招拆猫的动作。 只不过把你的点提上去而已。 手臂飞弯。 不让你特别弯,也不让你特别直,只要稍微有一点弯度,你的力量就能用出来。 你们可以慢慢伸,你要伸直的话,你看,你的小臂用不上力了,用的全是尖的力量。 你要是说小臂弯下来的时候,你看,你弯完小臂,你会发现你的弯子会甩了。 其实手臂是弯的意思就是,机球时要固定好你的架拍。 这样的东西,你会发现他意识的把他剔的当上轻软,hold拿出了。 这里是为了按钮打摩托后,住手臂来与您一起托。 我知道,他很介意识我们。